你刚才看那个上部七星,这个七星是什么呢? 就是七星北斗,有四颗星星,四颗星星是方的,在人身上的这个部位。 头是紫微星,是固定,不动。 然后这个,现在这么去,这叫七星,七星掌。 你现在要是头,左肩,左肘,左肘,这四颗方星。 你看,头正这个,一条直线,这个肘和这个肩,这么方的。 你这左手说话呢,跟这个右腿说话,叫跨西足,是那上课。 要跟这个右手说话呢,是头,肩,左手,跟这左腿是跨西足。 这叫骑星,上部骑星。 前的书本还有写的上部骑金,就是骑鲸鱼啊。 鲸鱼是最大,骑在鲸鱼身上,它那就是跨往下坐了。 那不是,不符合这个道理。 你今天练这个上部骑星,是活动身体的七个部位。 就头肩,左手,跨西足。 这叫骑星。 头肩,左手不是活动头,活动哪里?活动颈椎,骑尖。 肩呢,也不是活动的肩,是活动这个肩胛骨,混骨头,增强骨膜关系。 手关节,就是红骨,脑骨和齿骨。 这个关系,叫活动。 腕子呢,手不是腕,就这个腕子的八块小骨头。 都是很轻,很灵魂。 胯呢,是大转气。 西关节,是冰骨,骨骨,颈骨肥骨。 这有十字人带。 活动这条,这关节。 脚腕也是腕子。 脚腕这个小关节。 实际上不其心,要做出这种灵活感来。 当然,想做的时候,你看。 这不是下落。 下试,完成以后,你看刚才怎么上去的这步。 拿着右手心,翻转朝天。 拿着中指,先摸到左手大灵。 这个中指呢,中指,手心,大灵,和内观。 这点都是手缺音,心包筋。 就供血啊,左心石,左心黄,右心石,右心黄,这些。 就拿这个右手的中指摸到大灵。 你等再往前冲,冲着手心, 都能一到这中指一对。 当时这左手中指跟右手大灵贴。 你看那个脚,就开了。 你当时你试验它,你看。 哦,对,对。 你刚才你不注意手,你这么转那根气散了。 对,对,对。 懂吗? 对。 下面呢,然后拿尖找锡,拿轴找锡,尖找胯。 你看,这叫下叉掌。 上不及行的下叉。 对,这开了。 懂吗? 你刚才没做出这个东西。 没做。 嗯。 知道吗? 下面呢,是松左肩,最左肘。 左手为一天耳朵。 啊。 竖腰立顶,围低骨,往脚跟上坐。 眼神平视。 你看这手,脚就出去了。 这叫鸡灯布。 什么叫鸡灯布,知道吗? 嗯。 就是斗鸡啊。 两个鸡斗的时候,赤马转起来,还给一腿。 知道吗? 听见这种东西。 嗯嗯嗯。 很清零。 所以走起来是这样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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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